国内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内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有什么古兵吗 不土的孩子又不土的父母 很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你说 很多事情比如 学习这回事是应该做的 很多应该做的都是不感兴趣的 如果当你一个人说 这件事你应该做的话 那你肯定他不感兴趣 感兴趣的他自己就做了 他不用你说应该不应该 所以上学这件事 很多孩子都不想 玩游戏你不用说他就做了 而且现在的教育系统有问题 就是说培养过小孩子 就学习的兴趣 很难的 某些方面有兴趣 会被人杀掉 我们现在我们不在学校了 这个社会我们觉得什么有兴趣 我们现在不在学校了 我们对苹果有兴趣 还是对李有兴趣 你告诉我 对吃饭有兴趣 还是对跳舞唱歌有兴趣 到底什么是兴趣 我们现在不在学校了 我们说学生是因为教育不好 说他培养不错 学习数理化的兴趣 现在告诉我 你在这培养对李一个苹果的兴趣 对李有兴趣还是对苹果有兴趣 饥饿的时候才有兴趣 饿的时候苹果李都有兴趣 他不需要那个孩子 他为什么需要学那些东西 现在还是非常有饥饿感的 是啊 很容易生存 物质什么都是吧 很容易生存啊 没逼迫到那个程度 他有吃有喝 他为什么要去努力啊 为什么要去 不是干自己喜欢的事 有吃有喝 父母又喝 或穿得暖 想干啥干啥 是吧 像我们小时候 因为你看到了家里的困难 家里的苦啊 大部分孩子物质层面丰富的时候 都不想去受苦 不想随心所欲 现在小孩子的信息太多 然后想学什么东西 不一定从学校能学来 如果我就想拿这个文凭的话 就是为了找个工作 但是他不想找工作 不想走这条路 是啊 有人找养他吗 真的是 是我们柔力定了很多的规矩 要怎么样 其实孩子怎么也能幸福 知道吧 现在物质层面这么丰富 就是这个教育确实是也是有问题 其实父母就有问题 我们就觉得 还是应该怎么样 是幸福的应该怎么 比如说我是 比如说假如我是从万星球来的 我站在地球上 我首先会关注 这个地球的物种 哪个绝了没有 是吧 然后说 哎呀 人力现在在地球 要撑完八道啊 这个物种比较厉害 那我就要了解人力了 人力活得 幸福不幸福 快乐不快 他们在吃什么 喝什么 做什么 他们什么时候灭绝 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 我说你可能不会 哦 绝对还有道德理念 还有他有 他从动力区分出来 他有思想 等等等等 是吧 还有高考制度 是吧 他在学校会学什么 有的感兴趣 有的不感兴趣 有的很业务 但逼迫他们 就像坐监狱一样 还在里面上 很业务学校 但还在里面 另一个监狱而已 这边有个监狱是吧 是犯了错误的时候 是学着的 站在一个外太空人的角度 哦 人力分辨 男人跟女人 人不过是想活得更好 是吧 其实如果你 如果你认为他不学习 也能活得更好的话 首先 为什么他要学习 很多人说 这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 就像我们经常说 那个渔妇的故事 那个人说 你要去捕鱼啊 你要去学啊 你要去通过卖鱼啊 然后去去做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 然后说回来 那个人说 最大的目的就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钓钓鱼晒太阳 我现在就是啊 但是我们有个理论说 当你经历过一切 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跟你没经历过一切 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境界不同 当你环游了世界 你捕过鱼 你做过天晴 做过坏晴 在海底旅游过 跟所有的鱼打过交道 然后呢 上天入海 回来以后 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从来哪里也没去过 从生下来就在沙滩上 钓鱼晒太阳 不一样 知道吧 就是这样子 卑异的不错 就这样子 看他选择哪个了 他说我就想一生下来 躺在沙滩上 开开太阳 有时候掉住了吃 掉不住拉倒 那就可以了 就那样吧 那一个说是 我要经历过全宇宙 我要坐 我要在上天入地 在月球上转移 我要回来 然后我在沙滩上 晒太阳 那好 你就得掌握很多知识 不知道你怎么能上月球 你怎么能上星球呢 你怎么能旅游全世界呢 你就要 懂得好海 懂得你的有钱买船票 你的有什么 你懂很多 你才能转移完回来晒太阳 是吧 那这孩子选择 你跟他讲清楚 或者孩子这么学习干什么 我不幸福啊 学习完不也 都是躺在山台上晒太阳 就是说 有一种晒太阳 突然是个人在山台上晒太阳 心里想的事情也不一样 坦然度也不一样 心修也不一样 回忆也不一样 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他所有的状态都不一样 你是想做哪一种状态晒太阳 而且他不会忧虑 不会恐惧 有一种人经历过一切以后 他坐在那儿晒太阳的时候 他对生死都了无关 但那个从来没想过什么 就坐在那儿晒太阳 他竟然为钓上今天钓的鱼 大鱼小而焦虑 今天钓的鱼大小呢 因为明天没饭吃 做男人其实是交给孩子 就是说跟孩子聊这些 其实孩子会选择 对生死都不是 对生死都不一样 他都不一样 他就说是在那儿晒太阳 св严重就不一样 他就不一样 就在那儿晒太阳 不一样 对生死都不一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